方說台東是有分開始的 臺灣調去電阶 剛才剛才用電 民生用電也會去 行政院長官說台東是已經 最大力量 經濟部長 王毅華公要不定案 晚上也新年 台東在年代可能有財務危機 三位都中去 民眾院 看前在那裡急煮的時候 電阶也團出不再起序 經濟部安算在三月中 開電阶審議委員會 討論四月 是不是要調整電阶 團出提供壓中後調候相關 超過幾次 民生用電是建議 無分機構全民企業會影響 1357萬家庭用後 台建已經盡最大的努力 對於本身的發展 還有怎麼樣增加的成本效率 都已經盡了很大的心力 經濟部長王毅華回應 台電目前一直在了解 如果政府有算百錢 那就是調整電阶 在這年代有財務規矩 又表示一切都以完沒電限 還要幾個月討論 不過用電大火會相當 比較多機部 會在設計領館減少對一般民眾的影響 三百三十度以下的電費是1.63元 但是我們台電的發電成本 不含稅是3.93 含稅是超過四塊錢 所以這個整體我們都會一起考量 不過要每天到我們電共電 再生領館是臺灣領館專營重要的一部分 已經無受天氣影響 我們電共用的地質 慢慢受到中心 台灣目前已經有14月的地質安定 經濟無望一空五空年進行 能到達達達成 總共設立容量的目標 希望臺灣接下來地熱的發展 在臺灣2050的時候 能夠達到6個GW的規模 議空技術 臺灣國際地質論壇 欽車位47件 國內外參加參加 目前共同度到最大的挑戰 就是臺灣土地利用 免得稅 要怎麼做好 更有好的管理 記者綜合報道